王肖的各位学员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本章的第三节 叫做境外所得税收管理 从这一节页数来讲不是本章最多的 但是要说从难度来讲 这一节是本章内容最难的 如果说大家对其他有的内容 你自己看可能还能看得明白 因为它都是白纸黑字的一些规则规定程序上的 但是这一节自己看可能都看不明白 因此我们对这一节的内容 先做一个大体的简单的介绍 那我们前面的第二节 咱们是讲的这个叫做非居民企业的税收管理 所以大家感觉第三节就应该是讲居民企业的税收管理 但是咱们没有这个词 原因就是在这一节当中 我们有居民的也有非居民的事 按说非居民是吧 咱们实行地域管辖权 所以对它来源于境内的所得征税 对它境外的所得应该没有征税权啊 但是如果这个非居民 它是在境内设了机构场所的 那境外的所得跟这个机构场所 还有这个实质性的联系 这种情况下你非居民 他这个照样也是要把他的境外所得在我国交税的 所以这里面啊有非居民的事 不光是居民 当然我们介绍的重点的是以居民为重点 那在本节当中一共涉及到了我们教材上的12个大问题呢 所以这个难度又比较大 那我们学习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 那就是以考试的要求啊 作为我们学习和介绍的基本原则 考试这一节呢 其实考过考过这个叫做计算问答题 也考过选择题 但是呢从它的难度上来讲呢 并没有我们教材里写的那个难度那么大 因此咱们在这一节学习的时候 还是把握住一些基本的原理啊 基本的概念以及一些基本的步骤 即使出到了计算问答题 它的考核也是不出咱们教材上的那个内容的 所以根据这些内容 我们打乱顺序了 就不按这个12个大问题来介绍 那我们给大家介绍三个知识点 这样一下就感觉到简化了好多 其实不是简化 而是我们打乱顺序之后呢 把它重新又进行了条理化的处理 因此在本节的学习中 我们介绍的知识点呢 那就是这三个知识点 一个就是关于境外所得以纳税额 它在境外不是交过税了吗 为了避免重复征税 国与国之间签了叫做避免双重征税的税收协定 是吧 这样呢 在境外以纳税额 在这个居住国呢 可以实行抵免 不过这个抵免呢 它是有具体的 境外所得以纳税额抵免的 叫什么呀 有范围的 不是你在境外交的 都可以在这抵免 另外抵免的方法呢 我们有直接的有间接的啊 分别是针对什么情况的 如何来进行避免 这是咱们的第一个知识点 相对来讲呢 是一个比较重要里面有计算的 第二个知识点呢 说的是境外所得以纳税额 它到底如何来进行避免呢 那在我们国家实行的是限额抵免 这个抵免限额怎么算 其实在讲第四张企业所得税的时候 我们曾经设计过 不过那个时候啊 是简单的直接抵免 那我们在这一节当中 会涉及到呢 是间接抵免了 所以呢 这个抵免限额怎么算 它也是有计算的 有点难度 至于说第三个知识点呢 我们要介绍的就是 这个税收饶让 以及呢 简易的这种抵免限额计算的方法 所以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啊 是处于一般了解一下的内容 好 这样呢 我们要讲的这个内容 是吧 已经给大家说出来了 基本上呢 把咱们的12个大问题 就给它进行了归类 那没有说咱们压缩了 或者说删除了什么问题 而是把它重新归类了 因此呢 在抵免的范围当中 是吧 境外所得以纳税额的抵免 那主要是针对居民的 非居民虽然也有 那我们介绍一下 但不做重点啊 所以我们的重点呢 是针对这个居民的 是吧 而咱们在计算 你境外所得以纳税额抵免的时候 采用的是限额抵免 怎么计算抵免限额呢 这是一个重点 是吧 抵免限额的计算是必须会的 它可以是分国不分项 或者是不分国不分项来计算 是吧 那我们在企业所得税的时候 曾经提到过这个 简单的公式 那就是把境外所得 乘以我们法定税率 那接下来 那就是直接抵免和间接抵免 两种方法 其中直接抵免呢 我们在企业所得税的时候 简单的给大家应用过 所以在本节学习里面 咱们以间接抵免为主 至于说刚才那个其他两个问题啊 叫简易计算和税收扰让 那就是了解 基本规则就行了 好 这是我们这一节所要讲的内容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说一下 三个知识点的具体内容 第一个知识点 说的是境外所得以纳税额抵免 它的范围 以及抵免方法 那按照居民税收管辖权 那我们说 对于这个居民企业来源于境外的所得 我们有征税权 但是呢 对于这个居民企业以外的 这个非居民企业 是吧 非居民企业呢 我们只是对它在中国境内 设立了机构场所的 而且呢 境外的所得和这个机构场所 有实质性的联系 这种情况下呢 才会把他们在境外 已经交过的 已在境外交过的 这个所得税 是吧 那可以从在我国交税的 这个税额当中 进行抵免 当然了 这个抵免不是说 你外国交了多少 都可以抵的 是吧 都可以抵 那个叫做全额抵免 我们用的是限额抵免 所以咱们的抵免限额呢 就要按照我国税法规定 来进行计算 简单的方法就是 把境外所得 乘以我们的法定税率25% 是吧 这样呢 在限额以内的 在境外的 以纳税额 你可以抵 超过这个限额的呢 那就是当年 不可以抵 但是可以在 五个纳税年度 用以后 每年抵免限额 必须是 这个国家的 同个国家的 抵免限额 当年的余额当中 进行抵免 不过这样的问题 我们不会考到大家的 因为咱们要算 顶多是当年的 好的 那我们下面呢 就具体来说一说 这些规则 是吧 这是一个基本规则 基本规则 它到底怎么来使用啊 那这个范围 方法是什么呀 好 我们先来说一下 关于境外所得 以纳税额的抵免范围 那考虑到 有的同学学习呢 非常的认真 所以想自己再找一下 到底跟书上所说的 是不是完全一致呢 所以呢 我在这标出来了 教材的页码 我不去念了啊 那如果你在学习当中 想应用的话 是可以找到相应的 教材上的位置的 好 那我们来说一下 对境外所得 以纳税额的抵免范围 居民的 非居民的分别是什么 重点是居民 那对居民来讲呢 居民 居民企业嘛 在企业所得税当中 咱们说过什么是居民企业 那就是 两个条件有其一 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 你设立在中国境内 叫做注册地在这 或者说呢 你没设立在 没注册在中国境内 但是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 这个都判定为 叫做居民企业 那这个居民企业呢 它要是有来源于境外的所得 按居民管辖权 我们也要征税 这样呢 它的一个境外的所得 是吧 到底它包括什么样的内容 肯定包括的是境外所得 再境外呢 这个以纳税额 好这样的 以纳税额是以纳的什么税呢 一定是境外缴纳的 叫做企业所得税性质的 这种税种 企业所得税性质的税种 那就意味着它不一定非得名称叫企业所得税 它可以叫比如公司所得税啊 什么资本利得税啊 预体所得税啊 反正它的名称可以是不叫企业所得税 但是它是所得税性质的 那么这样在国外交过的所得税性质的税种 包括呢 在国外叫做直接缴纳的 什么叫直接缴纳啊 那就是你这个居民企业是在国外缴纳所得税性质税的纳税人 这就是直接缴纳的 是吧 你本身你就是纳税人 比如说你从国外分回的古西红利 那在国外对这个古西红利要进行这个预体所得税的征收 就跟外国企业从我们国家是吧 取得了古西红利 它要汇走的话 我们是不是也有个10%的预体所得税啊 同样道理 你在国外的投资的古西红利 你要汇回我们国家 人家也要争这个 那这个纳税人是谁呢 就是你这个外国企业 所以这时候它是直接缴纳的所得税性质的 同时还包括呢 叫间接负担的所得税性质的 不是你这个居民企业作为纳税人 但是呢 是由你这个居民企业分回的古西红利 所对应承担的那一部分 所得税性质的税款 这个同样是属于在境外的已纳税款的范围 所以直接缴纳的和间接负担的所得税性质的税款 这都是我们属于来源于境外的所得 抵免的范围 好 这个对于居民企业来讲非常重要 所以这呢 我们就要给大家继续的往下说一下 那就是说 你从境外分回的 分回的挺好了 那是什么呀 是在境外交过了所得税的 交过肯定是直接缴纳的 是吧 那我们说分回的这个境外的所得 分回的要有这两个字 那你说它是不是已经交过税 应该是不含所得税的 但是呢 当我们要计算它的抵免限额的时候 那我们是用所得额乘以税率啊 所得额呢 它是一个税前或者叫含税的概念 所以在这就要区分啊 境外的所得这个含税 以及境外分回的所得 这个不含税 它的表述 那如果表述的是境外的 这个分回的 那一定要把它还原成税前 怎么还原呢 一般的理解 那就是把分回的不含税的 是吧 然后把它给加上啊 境外以纳税额 这不是就变成了这个含税的了吗 是吧 变成了含税的叫境外所得 那我们拿这个境外所得 再乘以咱们的法定税率 才是抵免限额 不过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 那就是境外的分回 加上境外 以纳税额 以纳税额的范围 刚才提到了 什么范围啊 是吧 这个就是 你分回的古稀红利 这是属于税后的叫做境利 你得加上呢 它在国外直接缴纳的税额 那就是对这个古稀红利这部分啊 人家对方国家征收的预体所得税 比如说是10% 那这个是你直接缴纳的 也得加上呢 你这部分分回的古稀红利 所间接负担的外国税 这些都是你在境外的以纳税额 所以这样的直接缴纳和境金负担 什么意思 我在这呢 先给大家用一个 这种彩色的图 来进行一下 这种简单的说明 那我们说的是一个中国境内的 某公司叫甲公司 它在境外 境外投资了一个乙公司 是叫做子公司吧 那它的股权比是24% 是吧 这是咱们知道了 一个基本的情况 那好境外的乙公司 那么它在境外进行这个经营 它呢有多个股东 咱们国内的甲公司 只是股东其中之一 只是之一 好 那么现在呢 甲定说某一年 那个子公司呢 它取得了利润 总额是2000万 而这个利润呢 甲定就是它的 因纳税所得额了 好 这时候的什么呀 这时候的子公司啊 它实际上对这个2000万的总的这么一个所得呢 按照子公司所在国家的公司所得税 就是要交20%公司所得税 这个公司所得税 我们简称为T1的 它的纳税人是谁呢 它的纳税人是乙 是吧 纳税人是乙 那交了20%的公司所得税之后 哎 就是2000万的20%就是400万了 那之后剩下的那一部分呢 我们叫做净利润 假定说呢 这个净利润没有其他的分配渠道 它是全部向股东来进行分配 那剩下的这个2000万减去400万的税 还剩1600万 这1600万向股东进行分配的时候 那我们就按照股权比嘛 24%的股份 所以咱们的母公司啊 就是这个国内的假公司 分回来多少呢 应该是384 但是它能不能拿到384呢 没有那么多 为什么呀 因为就这一部分叫做股息 你要从境外分回来 境外所在国 还要征收一个 就是古西红利的预体所得税 所以这个预体所得税 我们假定说 它是叫T2 这T2 它的税率呢 是10% 是吧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说这个预体所得税的纳税人是谁啊 这不是乙公司了 预体所得税 是针对这个384万的所得 这个所得是中国的假公司所拥有的 针对这一部分呢 你要交10% 那就是说 你对这一部分 这个预体所得税 它的纳税人 这就变成了中国的假公司 所以假公司要交多少呢 那就是10%是38.4 是吧 所以直接缴纳的是38.4 这叫直接缴纳 那咱们中国境内的居民企业 是境外所得税性质税的纳税人 我们就是直接缴纳的 那还有什么叫间接负担的呢 那就是你在国外交的这个400万的 这是乙公司他交的 乙公司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法人企业 他在境外交的这个公司所得税 按说呢 好像跟假没什么关系似的 但是你别忘了 这400万 它的基数是整个的所得额 是吧 是这个大蛋糕 那么在这个大蛋糕的基数上 20%那400万的公司所得税 可以说呢 由乙公司交了 但是呢 假公司的股息里面呢 是负担了一部分的 因为大蛋糕这2000万里面啊 你看它是占了其中一部分的份额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那我们分回的这部分股息 所对应的承担了外国的公司所得税是多少 那个不是假公司作为纳税人的 它是乙公司作为纳税人的 但是呢 假公司分回的股息里面呢 承担了那一部分 那个就是间接负担的 承担了多少呢 那我们一般就是按照你这个400万 是吧 以公司交的税 然后你的股权比24% 所以你间接负担了 就是这400万里面的96万 因此作为这个假公司来讲 你分回的利润 实际上分回的股息 只有384的90% 因为10%你是要在所在国 交人家的预体所得税的啊 因此分回来的只是384万的90% 而这个你分回的税后的 它要想变成税前所得 作为我们计算抵免限额的那个基数的话 那个税前所得要把分回的加上 你在境外直接缴纳的 就是假公司自己是纳税人的 以及呢你在境外叫做间接负担的 就这部分分回股息 它所对应承担的 以公司的公司所得税 那一部分所得税 假公司不是纳税人 以公司才是纳税人的 但是呢我们的股息 股息它是承担了这一部分 这个境外所得税的一部分 所以这时候咱们就要有直接缴纳和间接负担 都是认为它是在境外的以纳税额 这么个意思 好的 那我们现在对于居民企业的境外以纳税额清楚了 那对于非居民企业呢 它一定是在我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 但是它依旧是非居民 按说非居民我们只有对它实行地域管辖权 境内所得在中国交境外不交 但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也提到的这样的非居民呢 因为这样的非居民 它在中国设立了机构场所 是吧 它呢有境外的所得 但是这个境外所得 它是直接和我们境内的机构场所有 叫做实际联系 你的境外所得跟境内机构有实际联系了 所以这样的境外所得 也是在国外交了税 在中国还要继续交税的 只不过交税的时候呢 那肯定是可以实行这个限额抵免 抵免它采用的是直接抵免 那到底怎么来理解 咱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国外的A银行 在中国呢设立一个分行 注意这个分行是吧 它就是分支机构嘛 所以这样的它就是中国的叫做非居民性质 非居民的性质 那它现在这个分行用它可支配的资金 向中国境外贷款 好 贷款呢 那当然就有利息了 所以境外的借款人就该比贷款 就向这个分行支付了利息 这个利息属于在中国境内的这个分行 这家非居民企业 它发生在境外 它肯定是在境外的 因为它把钱贷给境外了 境外的这个借款人给的利息嘛 所以它是发生在境外的 但是与该分行有实际的直接的联系 那这个利息它一样也就称之为 我们所说的要在中国交税的 是吧 这个所得 那同时它在外国交货的税呢 我们是可以实行直接抵免的 好 这样呢 对于居民和非居民是吧 境外所得 在我们国家要可以抵免的范围 咱们就说清楚了 重点是针对居民的 范围有直接缴纳的 有间接负担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说一下 这样的在境外交过的税 我们如何来进行抵免呢 两种方法 直接抵免和间接抵免 我们教材上都有相关的内容 而这两种方法呢 它有不同的这个适用范围 先说一下直接抵免 什么意思啊 那就是我们中国的居民企业 它作为纳税人 在外国交的税 它是纳税人 那就是刚才我们那个图当中 所涉及到那个T2 是吧 预体所得税 是咱们中国的假公司 在外国交的 对分回股息红利的 10%的预体所得税 所以这样的 在外国你是 叫做纳税人 你在外国交的 我们回来这部分是叫做 直接抵免的方法 来进行抵免 好 那我们说这个直接抵免 是不是只适合于刚才那个图片里面举的例子呢 还不是完全那样 所以下面咱们总结一下 直接抵免的适用范围 两种情况 第一 那就是来源于境外的营业利润所得 在境外缴纳的公司所得税 这是营业利润 我们刚才那图片里说的是股息红利 所以这样的营业利润 它一定是境外的叫做分公司 那么境内的是总公司 所以总分之间 那个分公司在外国交的 所在国的那个公司所得税 或者叫企业所得税 那这种情况下 在外国分公司交的 到我们国家可以直接抵免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分公司在境外设立 但是分公司它的性质决定了 它不是法人 它不具有独立的纳税地位 它呢也不具有利润分配的功能 所以这部分啊 在境外交的公司所得税 拿到我们国家来讲呢 它是可以实行叫做直接抵免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第二种情况 就是来源于境外的 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图片里的 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的所得 以及除了这个股息红利以外啊 还有这个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 这样还有财产转让是吧 这样的所得都是咱们中国境内的居民企业 作为纳税人在境外被源泉扣缴的 预体所得税 那我们中国的居民企业是这些所得 在境外交所得税的直接纳税人 所以这样呢 就是刚才我们图片里举的例子 是吧 咱们境内的是母公司 境外的是子公司 母子公司 是吧 但是呢 他们之间所涉及的不是经营所得 而是股息红利利息租金这样的所得 他可以实行叫做直接抵免 所以直接抵免可以这么说吧 纳税人都是咱们中国境内的居民企业 在外国交了 外国的公司就是所得税 或者是预体所得税 这种叫所得税性质的税收 那这样的可以实行叫做直接抵免 那怎么直接抵免呢 好 我们下面来进入的就是它的计算应用 其实在讲第四章企业所得税法的时候 咱们是提到过 不管你是直接抵免还是间接抵免 总而言之 你在外国交的税 不能拿到中国全都抵免 那我们实行的是限额抵免 那这限额怎么算呢 那我们采用的叫做分国或者地区不分项 在2017年7月1号以后 我们又采用了不分国不分项 那它的共同之处呢 就是都不分项 区别就在于可以分国 也可以是不分国 这和我们国家自己的企业所得税有关系 我们自己的企业所得税就是综合制 我们把各种所得都搁到这个企业所得税里来征收 所以你在外国的某一个国家 你有多种不同所得合在一起 这就是叫做分国是吧 不分项 那如果说你在外国有多个国家 都有不同的所得 那好 你可以把它们合在一起 你也可以把它们分着 合在一起 就是不分国 不分项了 好的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要计算出来 这个境外所得 在直接抵免条件下的叫做抵免限额 就是用境外所得 所得是税前的啊 境外所得直接乘以25%的 我们国家的法定税率 所以这样呢 算出来的抵免限额干嘛呢 和刚才咱们说的境外 以纳税额进行比较 比较的结果呢 当然是要进行抵免 抵免就是在税额里减嘛 减的话肯定是谁小按谁减 谁低按谁减 所以孰低原则进行抵扣 那这样的处理方法 我们企业所得税呢 是曾经举过例子的 一会我们后面呢 也还会有相应的例子 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说一下 在抵免方法当中的间接抵免 这个可以说是在本章 本节当中的新的内容了 以前前面没有说过啊 这个间接抵免怎么理解呢 那就是境外的企业 它就分配的这个补习以前的利润 那在境外 它按照当地的国家 或者是地区的税法规定 它作为纳税人 是吧 这时候是境外企业是纳税人 不是中国的居民企业是纳税人 就是刚才我们图片里面那个提 这样呢 它在外国交的 外国的所得税 但是由中国的居民企业 你的分回的股息性质的所得 来承担的那一部分 这个也可以在我国 因纳税人当中 抵免 那它毕竟呢 也是在外国交的 是吧 这样呢 我们的间接抵免啊 就涉及到了 在境外的 应该是叫什么 叫做子公司 而在中国境内的呢 是母公司 所以它涉及到的 应该是母子公司之间 对于这个股息 红利等权益性投资 所对应的这部分 权益性投资 在外国所承担的 外国公司所得税 当然除了母子公司之间之外 咱们子公司可能呢 还有下面的再投资 那就是说 可能还有孙公司 是吧 那还有再下面的再投资 增孙公司 重孙 全孙 等等 那它一层一层的 有层级关系 当然这样的间接抵免 不是说 你只要有中国的 这个股权 就一定能让你 间接抵免 毕竟那是在外国交的税 拿来在中国底 它会减少我们国家的 这个应纳税额的 所以这样的间接抵免 它就要有什么呀 持股条件的要求 不是只要你有权益 就都能够抵免的 它有持股条件的要求 因此在符合持股条件的情况下 那咱们就可以实行这种 叫做间接抵免 好的 那这个持股条件 一会我们会给大家提到 但是现在想说一下 这种间接抵免 它怎么来应用 我们以一层间接抵免为例 这个其实就是刚才我画的图片里所提到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的中国的居民企业 就是这个母公司 假公司 它的境外子公司呢 在所在国交了企业所得税 或者叫公司所得税 那个T1 税后利润 那就是作为股息红利 分给咱们中国的境内的母公司了 那好 这个股息红利 所对应的在境外的实际缴纳的 股息红利所对应的那个份额 那就是你的股息占全部税后利润的比例 是吧 这样呢 你的税后利润所对应的那个股息红利 它所承担的 是吧 就是外国的公司所得税 它实际上是间接承担的 因此这部分呢 就属于中国境内的居民企业母公司 承担的境外的企业所得税 好 那我们在这呢 再接着来看这个图 是吧 是不是就是刚才我们曾经提到过的 母公司 他作为纳税人 直接缴纳的是什么啊 是分回股息红利的那一部分 叫预体所得税 确切的说呢 就是T2 这是T2 10%的预体所得税 而间接负担的呢 是在境外交过的 这个20%的公司所得税 这个T1 是这个T1 那么对应的呢 由我们这个分回股息所承担的 是吧 分回股息 它是在大蛋糕里面占的一部分 而大蛋糕呢 是先切了一块交给当地的啊 这个政府 交了公司所得税了 所以这部分分回股息 它也要承担相应的 这个子公司所在国的 叫做公司所得税 这种情况下呢 它就涉及到了一个 叫间接负担的 这是间接负担的 叫T1 那你说到底在我们国家啊 计算这个 抵免限额的时候 它有什么差别啊 它的差别呢 就在于 像这个间接负担的T1 它不能直接算出来 是吧 它要经过这个 股息还原 如果我们在这举的是 一层这种母子公司 还好说 假如它要多层呢 那还原就更麻烦了 好 那假如说 我们现在的国外乙公司 它已经是子公司了啊 它又在境外 又投了一公司 投了一个全资的 那就是说 百分之一百控股的 什么呢 这叫丙公司吧 是吧 丙公司相当于 我们境内 那个假公司的松公司了 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站在境外的 这个拟公司的角度 你看一看 它的叫做 直接缴纳和间接负担 又是什么意思 它的直接缴纳 实际上指的就是 那它在本国交的 那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这个T1啊 这是直接缴纳 还有呢 那就是作为丙公司 如果是分给这个 子公司股息 是吧 它要在丙公司所在国 要交预体所得税的 假如说预体所得税的税率 是12% 那好 这12%啊 是子公司这个 以作为纳税人 因为他要从丙这 分回来利润 所以他是纳税人 我们把它假定说 称之为啊 叫做T3 叫T3 这样呢 直接缴纳的 就是T1加上T3 这是直接缴纳 那间接负担的呢 就是丙公司 在他的所在国 要交的公司所得税 那这一部分公司所得税 我们是按照股权比 股权比是100% 对吧 那你来缴纳的 这个时候呢 他负担的那一部分 他负担的那一部分 所以这个作为间接负担 这就是咱们说 乙公司的间接负担 所以乙公司 直接缴纳的和间接负担的 他就往下一层去进行传导 因此在这样的间接地面法下 其实他有一定的难度 一会儿我们再讲到 好 那我在这儿呢 先给大家打一个伏笔 那就是直接缴纳的 是指本层的 是吧 间接负担的呢 是指他下一层的 好 那关于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境内的母公司 甲和境外的这个子公司 他们之间的税收抵免 实际上 刚才我们已经算过了 是吧 那就是他在国外直接缴纳的 相当于预提所得税的那一部分 那就是税后利润 2000的所得额 减去20%的所得税400 然后按股权比 是吧 分过来 应该是384 但是现在人家扣10% 所以38.4 这是假公司 作为纳税人 这叫直接缴纳 那间接负担的呢 就是这部分分回的股息 它所对应的境外 公司所得税 按股权比承担的 因此公司所得税400万 按股权比承担24% 这个是间接负担的 所以加起来呢 那就是分回股息 以纳税额属于抵免范围的境外以纳税额 这是境外以纳税额得加在一起 那好 这个以纳税额要在我们国家进行抵免 怎么抵啊 限额抵免 那我们就算抵免限额啊 抵免限额怎么算啊 那就是把所得额乘以我们的25%的税率 而这个所得额又怎么来呢 它是把分回的股息 那不是就是384的90%吗 因为已经有10% 对方国家收了预体所得税了 然后我们把分回的 再加上在外国交货的税 外国交货的税有什么呢 有直接缴纳的 有间接负担的 这样分回的加上税 不就变成税前所得了吗 是吧 这样呢 我们把税前所得乘25% 算出来的抵免限额就是120 而这个抵免限额和谁去比呢 和境外引纳税额去比 谁小按谁底 所以我们得出来可抵免的就是120万元 那在境外你不管直接缴纳还是间接负担 反正你是交负134.4只能回来抵120万元 好 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关于抵免的两种方法 直接抵免和间接抵免 直接抵免呢 那就是你作为纳税人在境外交负的 适合于这个境内的 叫总公司境外的分公司 总分之间 或者说呢 是母子之间的这种预体所得税 那要是间接抵免呢 那就是我们国内的居民企业 不是外国所得税的纳税人 但是咱们分回的这一部分 他间接承担了外国已经交过的税额 那这样的间接抵免比较麻烦 他就要进行股息的还原 好的 那关于这个间接抵免适用的范围 适用于就是境外和境内母子公司 或者说符合持股条件的母子孙 这个多层级的他的这种间接抵免